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1953年在文章中 曾经承认尖阁诸岛,也就是钓鱼岛,是日本领土 日本外务省已经在官方网站上刊登了这篇报道的图片 日方还将在今后与各国首脑及外长的会谈中主动提到这些内容 并且将通过互联网强化信息发布,积极对外宣传 日本政府已经决定使用《中国人民日报》1953年1月8号的文章作为论据 强调中共当局曾经承认尖阁诸岛、钓鱼岛为日本领土 为此,日本外务省已在官网上刊登《人民日报》相关报道文章的图片 并注释说明可见中国曾将钓鱼岛视为冲绳的一部分 据报道,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10月4号透露 日本政府将把中国在1971年之前为求钓鱼岛主权向日本提出过抗议仪式 作为中方主张中最大的矛盾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号在中日关系专栏中提出 日本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三个月之前 已经把钓鱼岛据为己有 且钓鱼岛不在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的台湾附属岛屿之内 此后,直至1971年前的75年之间 中国的三个政府,满清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都没有对日本具有钓鱼岛提出异议 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共第一喉舌 其言论代表官方立场 这篇报道在钓鱼岛的问题上无疑给中国制造了大麻烦 其实中共出卖的国土远远超过钓鱼岛 据了解,中共上台至今已出卖国土十几处 2008年7月21号,中共外长杨洁彪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签署了中国俄罗斯国境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复图 标志着中俄4300公里的界定全线刊定 这代表中国永久性的丧失了最少相当于40个台湾的160万平方公里土地 这个协定是由江泽民主导完成 也是胡锦涛接手后,中共建政史上签署的最大卖国条约 北京自由作家殷德义指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中共为了祈求俄国和日本领导人前来捧场 而不惜出卖国土 分析人士指出 捍卫国土只是中共玩弄的权术 严黄子孙如果梦想收回失去的国土 应该意识到有一条道路 就是让中共下台 让民选政府取而代之 那时候新政府将有权废除中共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这种当然是有权了 毫无疑问的 这种领土争端啊 这种秘密的签署协议啊 我们要进行审查 审查之后呢 我们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属于不平等的条约 或者是出卖国家领土的 这些条约完全可以废除的 这个是联合国也允许的 应该有权 全民选举啊 全民投票啊 各种议会制度啊等等 对这些重大问题 他必须重新做一个梳理 他应该有权要要回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8月报道说 在捍卫主权问题上 民主国家用行动 而中共独裁政府只会动嘴巴 同类有个有效的宣誓主权行动 在捍卫主权行动